前场断球 范志毅 射门 踏球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进球以后的这种情感 比赛开场之后 主场作战的申花队率先发难 10号刘军在禁区外的突尸冷箭造成了门将的唾手 好在韩文海随即的第二反应确实够快 随后刘军运回到右侧组织球队的进攻 这次通过起高球的方式尝试寻找小将血灰 最后门将韩文海对出击时机的拿捏做得非常到位 作为卫冕冠军 万达队也是力争在本赛季再闯辉煌 球队的首次进攻通过王涛的百度来完成 可惜队友最后没有在门前形成包抄强点 上半场比赛第34分钟 范志毅通过回撤向禁区左侧送出跳传 齐红随即的停球衔接向极了罗马里奥 最后利用抢射破门帮助申花队首开记录 随后申花队通过反击又将皮球攻到了前场 齐红送出的跳传误打误撞形成了破门良机 只可惜刘军最后完成的滴射击中了边王 整个上半场比赛 申花队牢牢地占据着场面主动 当然这也得益于徐根宝的抢低为战术 刘军沿右侧送出的船中来到后点之后 天才少年谢辉顺势力压后卫完成了征定 最后助攻齐红门前包抄上压了没开二度 下半场一边在战 申花队继续贯彻徐根宝的抢低为战术 完成断球之后由齐红送出止赛 不过谢辉面对徐红的防守 可以说是毫无优势可言 比赛第57分钟 16号朱炯沿左侧带球组织球队的进攻 随即的横传被对方拦截之后 申花队直接通过前场的反抢形成了二次进攻 最后范志毅左脚失射帮助申花队再下一场 进球之后的申花队长直接跑到观众席 向全场数万名球迷鞠躬致血 未免冠军在此时才如梦出现 这次是王涛利用身体素质抹过了防守 不过最后在干扰下完成的射门放了高射炮 随后申花队通过程耀东的抢断迎来了反击机会 此时的万达队直接将防线压到了中场 最后小将谢辉也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 比赛临近尾声 三球领先的申花队依旧在努力的寻找机会 禁区左侧完成的抽射造成了门将的脱手 8号张勇最后在门前机敏地完成了捕射破门 只可惜被主裁判吹罚了进攻犯规 进球无效 比赛最后是个 万达队才完成了一次有威胁的进攻 不过最后被立住拒之门外 最终上海申花在主场以3比0的比分 完胜上届的卫农冠军